金米和大米的区别 总的来说呢 金米和大米都属于稻米的一类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这个色泽和这个长相都不太一样 金米呢要比稻米要偏白一些 那么一般来说呢 它们的产量也是不同的 金米的产量比较少 那这个稻米的产量呢比较多 一般来说是大范围种植的 那么产量不同会导致这个市场的供货需求也不一样 金米呢它的价格要比稻米的价格要略微贵一些 而金米和稻米的这个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金米的口感呢更加有韧性 更加的耐嚼 金米呢它不属于糯米 它和我们日常所吃的稻米 也就是我们说的大米都是属于稻谷类的 和糯米是不太一样的 金米呢和糯米是两个概念 以上就是关于金米和大米的区别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